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可能是你最后的机会 你要格外留神 每十年就会有一些配合时代趋势的伟大产品 七十年代是微波炉 八十年代录影机 九十年代电脑及互联网 在八十年代把握到机会的 现在都已成为百万富 九十年代把握住机会的 则已成为亿万富 你认为未来几年的趋势又是什么呢 世界顶尖经济学家托尔 预计2010年 健康业每年将为美国经济 带来一万亿美元的收益 这些收益来自为大众提供令人更健康 更美丽 延缓衰老或预防疾病的产品等等 健康业在二十年前并不存在 但今天健康业收益达到两千亿美元 相当于美国整体汽车业收益的一半 由2000年至2010年 在健康业的消费将有两千亿 增长至一万亿美元 足有五倍增长 为何生俗这么大 为何这个生俗可以预计得到 原因在于 二次大战后出现新生族 他们在过去二十年主宰了经济的发展 这个是否就是你值得把握的机会呢 这群新生族现在正是37到55岁 正值事业高峰 收入非常可观 消费力庞大 就是他们促使房地产增长 他们也是运动用品 汽车 个人电脑及互联网的消费群 目前美国经济总值十万亿美元 其中五万亿就由他们产生 虽然战后新生族只占人口三成 但他们的消费额却占整体经济的五成 更重要的是 他们未来会有一万亿美元的额外消费 这一万亿美元将用于一些更有价值的范畴 就是用在保持青春 延缓衰老及维持健康等地方 在未来十年 美国新生族在保持健康的消费 将会有每年两千亿美元 增长至一万亿美元 一万亿美元 相当于一天消费27亿美元 一小时消费一亿一千四百万美元 一分钟消费一千九百万美元 如果你愿意把握 这个就是你前所未有的机会 但你有怎样可以把握这个机会呢 你可以令自己成为医护从业员 生产商 零售商 或者是分销商 医护从业员 例如医生 按摩师 或治疗师 需要你付出高昂的学费 保险金额 以及长时间不停的工作 生产商 你需要大笔资金 设立厂房及进行研究 零售商 你需要支付庞大的特许经营费 广告费 员工薪金 以及存货和一星期七天的工作时间 最有利的就是分销商 未来二三十年最大的财富并不在于生产 而在于分销 好像美国最大的百货连锁店沃尔玛 联邦快递 以及在互联网上 售卖书籍的阿玛索 均从事分销业务 他们都有一个相同的名称 就是分销商 这些公司把顾客认识及需要的产品有效地进行分销 二十一世纪最大的财富将会来自教育消费者 关于新的分销渠道 这是一项思想敏贵的生意 就是更好的产品 更好的分销 带来更好的机会 因为这般为宿五千万的新生族会产生一万亿的现金消费 他们是不会停止对健康的追求 他们想继续滚轴溜冰 他们想驾驶跑车 他们不想衰老 他们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令自己健康充满活力 在未来十年 美国新生族在追求健康的花费上将会有两千亿美元增加至一万亿美元 你准备好没有 与你分享这段影片的朋友可以给你一些意见 分享这个已经被证实的成功模式 这个模式你可以在家中开始 而不需要很多资金 也不用支付员工薪金 这门生意可以在空余时间开始 但可以赚得数千甚至数万元一个月 因为这个是在家创业的机会 在税务上可以享受到优惠 试想现在是82年 有一个叫盖茨的人 邀请你投资在他的个人电脑及互联网生意上 有谁会相信他 这次你又会怎样做呢 美国最大百货连锁店创始人Sam 在44岁那年创办了沃尔玛 61岁那年成为世界首富 你的借口又是什么呢 有一件事可以肯定的 今天你看了这段影片 你再不能够说你不知道 当你的子孙问你 21世纪初的繁荣情况时 你会怎样回答 你会向他说 你怎样装备了自己 去把握住机会 还是要找个借口去解释 为何你又错身体 这些统计数字是正确的 确实是必要 时机也是最恰的 你一生中还有多少机会呢 无论如何 不要再错过这些 他没有想象或设计了 没想象征锁 他们的本质 感谢观看